在波光零零的娱乐海洋中, 杨子犹如一颗耀眼的星辰, 其蜕变之路让人瞬目结舌。 这位90后小花旦不仅是荧幕上的佼佼者, 更是变革与坚持的代言。 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娱乐圈残酷真相的缩影, 他的成长从童星到当红花旦, 每一步都凝聚了无数的汗水与泪水, 如今的他依然是一个实力与美貌并存的女演员。 但这一路上的艰辛与挑战, 又有谁能够真正了解呢? 实力与荣耀,杨子的演艺之路杨子,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, 自幼便踏入了演艺圈的大门, 他的成名作《加油儿女》, 让观众见识到了他与生俱来的演技。 随后,他在《狼牙榜》和《亲爱的热爱》的等作品中不断突破自我, 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角色魅力, 每一部作品都是他艺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。 他的每一次演出都深深打动了观众和业内人士, 赢得了一致的认可和赞赏。 他的成功不是偶然, 而是实力和努力的必然结果。 风格多变, 《挑战不止步》2023年, 杨子带来了两部备受期待的新剧《长相思》和《女星女师》。 在这两部作品中, 他不仅角色转换自如, 更是在造型上做出了大胆的尝试。 无论是古装神话剧中的古典美, 还是现代都市剧中的职业女性形象, 他都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他的这种勇于尝试和不断挑战自我的精神, 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多面性和深厚的演技底应。 娱乐圈的残酷与坚持杨子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分胜。 他曾因外貌和穿搭被网络暴力困扰, 也曾面临恋情曝光和绯闻的困境。 这些负面的声音和事件, 无疑给他的心理和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然而, 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击垮, 而是以更加坚强的姿态, 用他的实力和作品回应了所有的质疑和诋毁。 杨子的故事正是娱乐圈残酷 现实的真实写照。 他的坚持和努力, 为无数追求梦想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。 杰宇、杨子的成长故事, 就是一部关于梦想、坚持和成长的史诗。 在光鲜亮丽的娱乐圈背后, 是无数艺人如他一样的努力和坚持。 他的变化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改变, 更是内在素质的提升和艺术境界的飞叶。 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, 只要不放弃,不怕困难, 就一定能在这片星光璀璨的舞台上,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 杨子,一个永远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女演员, 他的故。